我阿嬤的一個遺願 所以家屬決定 我們不辦公祭 也不設靈堂公開 那選擇在今天中午 舉行簡單的家祭 然後 會把阿嬤的遺體火化 然後來禁堂 那我想這個是我阿嬤生前交代 那我們子孫會照這樣子來做 那所以在這 從昨天到今天 各級長官們 還有很多的好朋友 來表達慰問哀悼 也希望說 如果有辦公祭 希望送我的阿嬤最後一層 那在這邊 也要感謝大家 的一個關心 跟慰問 至終也要代表我的父親 以及我們遺族家屬 表達無盡的感謝 那如果有任何 接待不周 未盡事宜 就像無方便的地方 實在是這麼不省 也要拜託大家來體力 和保留 再次的感恩 那我相信我的阿嬤 她已經到天上 當天使去了 那她可以很 高興 在這個西方極樂世界 我相信這個是她最大的一個福氣 那在這個 火化之後 買禁塔 那因為之前我的阿公 她當年是放在另外一個地方 那所以也會把阿公跟阿嬤的一個 苦灰潭 放在一起 讓他們 在天上 也可以團圓 我想這個是 家屬覺得比較好的一個安排 謝謝大家